行长马克卡尼对于英国可能退欧的评论保持中立 但是他说过 他不得不突出由于英镑强势而带来的风险 迪兰阿美纽埃来自于Quarancy UK 英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数据大幅低于预期 但并没有引起英镑美元货币队的太多反应 为什么你认为英镑美元货币队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将会来到1.435呢 英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数据在今天早上公布 平均每周收入让人感到失望 而就市场实际的反应而言 已经算是在最小的承受范围之内了 这也表明了 目前市场上有着很多关注英镑美元的交易者们 都是从英镑的立场而出发的 而英国潜在的退欧是主要的因素 在几个月前 英国民意调查的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而这也就导致了英镑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下滑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潜在的退欧运动走势和之前出现的形势相比 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 涉及到英国是否会留在欧元区的公投将会在6月23日进行 最近政府发出警告 如果英国退欧将会导致GDP缩水6% 那么你对于英镑美元的中期表现又有着怎样的预期呢 中期来说的话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价格已经被触及到了 目前英镑开始走强 并没有受到退欧警告的影响 乔治奥斯本表示 每个家庭的每年的日常收入将会减少4300英镑 而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调转一部分的退欧的名义 进程缓慢的话 也会让英镑陷入挣扎 英镑更多的支撑是来自于潜在退欧 如果英国留在欧元区 那么英镑也会从相关的数据中获利 再来看一下未来三个月的时间 央行行长马克卡尼 关于这个问题也做出了几次报告 想要对退欧保持更多的中立态度 但每一次他发表言论的时候 都必须去强调风险 这一点对于英国留在欧盟是利好的 也会让英镑有更多的走强空间 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美国将预期加息次数从四次下调至两次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 其中的一次会在近期进行 第二次会在年底之前 你对于英镑美元12月的表现 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认为该货币队的价格会回升至1.44 美元依旧是受欢迎的货币 在2016年 他的表现要好于大多数的巨石的货币 我并不认为在本月27号举行的 美联储利率会议上 会出现任何的变动 不会这么快的 尤其是在本周三公布的 美国房屋数据低于预期的情况之下 耶伦目前的态度是相对温和的 我们从其他联储成员的态度中得到 其中一部分人更为谨慎 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更看好多头的前景 我看到在未来12个月中 关于升息将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阵营 所以随着退优公投的临近 英镑会继续坚挺 而到年底之前 美联储可能会进行第二次升息 预计到时美元会出现走强 英镑会有所下跌 价格可能在1.44左右 而显然 中国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 中国经济放缓走势也会影响到美元 美元在年底之前都会有跑赢大盘的表现 所以价格会巩固在1.44左右 好的迪兰感谢你的参与 我是山梅雷迪斯 周五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预测节目 所以敬请关注 See you next time